我們要換一個非常輕鬆一點的感情 我剛走的 從主題到氣氛 都要輕鬆的 不讓我們訊息都要那麼深刻 我們講的就是大家跟生活非常相關的 我第二個欺負就是說 之前有很多我在跟精神石的一些朋友 尤其是白鳳梨的朋友在吃飯說話 然後說出這些詞語 然後他們說這個詞是什麼意思呢 然後我們意識到說 這個還是有必要把這些在網絡上最先出現 然後也漸漸的生活中的一些詞 給大家稍微的介紹一下 然後把我們這個屌絲小樣的詞 然後把我們屌絲或用一些句式乃至一些文起等等 讓大家介紹一下 然後因為這個屌絲這個內出來也已經有可能也有一年多了吧 然後所以議論也很多 議論的各種議論中也有不少對這麼一個概念的一個一個各種各樣的批評 然後我呢就 就也要對這些批評做一點點非常簡單的並不學術性的一些回應吧 然後 然後首先要說的是 然後首先要說的是 因為我要講的是一個非常語 就是網絡語言 就是在講真實的非常真實的 最直接的各種最大眾的那樣一些網絡語言 然後這些語言中可能存在一些被視為是比較粗俗 比較直接的詞語 然後所以在接下來 我如果用到這些詞語的時候 怎麼大家不要吃驚我都非常直接的把他們講出來 所以 所以 看懂得不要笑 是法語的嗎 這是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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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會法語 如果可以 意大利語跟法語 對 但是 對 作詞語 狼唱歌 好像是 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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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角度有可能還有無結創的那樣的 主要就是想說 先給大家介紹一下有哪些詞 然後介紹詞的時候我一定要給他們分類 然後我給他們分類 我跟他们大概的来源分一下类 然后每一类我介绍其中几个词语 我还不可能都介绍 有些可能的不是特别熟悉 然后顺带提三个 现在还比 还算比较流行 现在仍然有人在用的一些 所谓的网络上很流行的文体 最后我稍微的给一点个人的思考 关于我们怎样去看 面对一个这样的词语 面对这样一种文体的时候 怎样去解读它 然后把这些词语稍微的 普及一下以后 我就讲屌丝 因为这个里面会涉及到很多之前 第一部分人提到的词语 然后我会把屌丝的 一般对屌丝的描述讲一下 然后提一下一些批评 对它有什么批评 然后以及我作为一个导师给出的词语 第一个就是实识 实识这个部分就是网络 网络的词语来源 我把它分成了实识 就是出了一件事件 然后因为这件事件而造成的 而出现了一些词语 这些词语有些在事件 影响力消失之后就会消失了 有些它就留下来 之后有好几个 比如说因为网络审查 要回避敏感词 所以造出了一些新词 然后有的是从外语引进过来 其中日文最多 然后有些是把本来的一句话 缩成了现在的一个词 然后有些的来源 就更加莫名其妙 然后我就直接把它 我就直接把它 规格 来源是比较无厉害的 所以我把它放在这 然后 然后 那我就前面就开始讲 然后 由实事 由一些特定的事件 所引发的 所造成的一些词语 俯和声 俯和声是一个很久的词 我记得是去年 还是前年 这年一年 还是这一年 我是顶八年 我已经老了 我已经懵了 不得了 我儿声是当时贵州 贵麻烈事件的时候 然后 当时 在事件的起因 就是说 有一个叫李树芬的女子 然后 她死掉了 死掉了 然后 大家怀疑说 她是被 几个男的 被其中一个男的藏奸 然后那个男的是因为可能跟 地方的官员有什么关系 所以这件事情被 大家怀疑这件事情被掩拜他 然后后来官方召开一个新闻发布会 在说他 这个李初芬 这个女性到底是怎么死的 然后他的官方发言人 是这么说的 说这个李初芬心心疼想 便开始在墙上坐佛车 然后坐到第三个的时候 然后他就大喊一声我走了 然后就跳回 然后佛车这个动作本身就是他 我们也知道他包含了 一些性的暗示 所以很多人就会把它理解为说 这只是一个说辞 非常无聊的 非常荒诞的说辞 掩盖的是发生了一起 抢尖了这么一个事情 然后之后这个词就变成了 佛车这个词就变了 因为这个事情当时影响非常大 贵州梦安事件 因为这样一个人的死 引起了民众的抗议 当时是 我记得是就是 有很多辆警车被翻 被先翻 然后贵州梦安当地的公安组织警被砸被烧了 当时这个事件还非常大 所以影响力很大 然后影响力很大 之后这个词也就随着这个事件 就扩展拍了 佛车 在当时他指的是说 我与这件事情没有关系 我只是来做一个佛车 在这个词 大概相当于打酱油 在当时啊 现在已经这个词已经 只是我在打酱油还留下了 就是 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只是来做佛车的 或者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只是来打酱油的 这个是 当时的一个词 然后我举的第二个例子是 很傻很天真 就是说 第一个例子举的是因为 它是一个实证的一个事件 就是当了引起 就一个群起情事件 由这个系列 输出还有非常多的词 而第二个很天真 是一个娱乐圈的事件 就是陈冠希 陈老师 陈老师当时拍了一组照片 然后在当时 呃 流传的很广 呃 它电脑坏了嘛 然后就那些照片就 就就就 大家觉得照片拍的很好 然后就流传的很早 很多地方都可以下载的到 就是你留一个邮箱 那个 加上一句 楼主好人一生平安 这个就很大 后来这件事影响很大 因为有很多个女影星 就是都出现在 这个 她的那组照片里 其中包括 什么张柏芝啊 然后钟心彤啊 这个 然后钟心彤大家都知道 她是之前是以这个这个 清纯的一个形象 在一个前面 呃 这个 这个 然后她出现了那组照片之中呢 就对她这个 这个形象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后来她事后她就发表了一声明 这个 对这个事情做做一回应 然后她就在声明里她就说 呃 呃 感谢大家就在这个事情中对我的支持啊 然后我当时啊 她说 我承认 以前是很傻很天真 但现在已经长大了 呃 所以 就是这个话说的 呃 说的 就让人觉得 她出现在那个那组照片中的形象 和她在说这句话时用的这个词 之间的反差非常大 所以我们这句话就是 就很傻很天真 然后在这个之后 又有一个事情 我想大家都还记得 就是所谓的很狂很暴力 嗯 很狂很暴力 就是也是和这个句式是一样的 它的出现是因为 后来是因为央视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里面 采访 这个 呃 要网络这个什么明慧 这个这个这个风 要打击这个风气 于是她采访了一个小朋友 她是上小学的一个小学女生 然后说 你看这个网 你当时 她说好像当时她 不小心点开了一个什么黄色网页 然后她非常 就是那个小朋友非常震惊 然后她看了一个 记者问她 你都看到了什么呀 她就说 我看到很黄很暴力的那种 然后很黄很暴力 就在很傻很天真之后的一个东西 就这两个词 就变成了两个 就相当于一组反应词 就是说 可以由 呃 实证的一些新闻出现一些词 也有娱乐圈也可以出现一些词 然后第三个就是大家可能也都比较熟了一几个词 就是这个图样图森破 这个这个就是我们我们我们那个前这个前前前前前前领导人啊 他在他在有一次在回答香港记者的问题的时候有一次非常愤怒的对记者讲了一番话 我这里因为我知道也没办法在电脑上从youtube视频而软的视频存下来 但是大家可以回头去搜索一下 我帮我帮我帮上非常多的江泽民用词香港记者 然后那张话里面他英文就他在说香港记者的时候 他说他他们太年轻太想法太简单 有时候简直是幼稚 然后他当时用的是英语的在指 就是讲的是中文 然后在讲到这几个词的时候直接是用英语来去骂采访他的那个记者 然后我当时指的记者说 too young,too simple,sometimes my意思 然后就是在他首先骂记者 而且同时在其中夹着英语 这件事情就是非常的让人难以想象 于是从此之后他的这一段话就引出来了各种各样的典故 其中最被我们常用的就是这几个词就是图样,too simple 有时候我们就不写英语了 我们形容一个人我们觉得他特别幼稚的时候 我们就会说too simple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容易 就是在这个事件之后就经常被用来等同于很幼稚 但是我们会不说幼稚 我们也不用英语too simple 我们写too simple 这是一个也是一个由实证事件作用化的 当然那个从那段从那段那个视频中引发出非常多的典故 所以我不知道大家平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什么 比如说现在我们经常说啊什么事情 之后啊评论完一个人比如说说完他图森阔之后 我们还会加一句啊 你还是要不断的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 就是这个这个典故都是从那段话里来的 所以谭肖孔僧 谭肖孔僧 然后谭肖孔僧是吧 是的 就是他的原话是美国的华来士啊 你们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我跟他谭肖风声啊 这个就之后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在就是 或知道那个典故的人 他会在日常的生活中说话中非常不自觉的一种 因为这个时代是太好用了 这个所以我也会经常说要提到自己的知识水平 或者我跟谁谁谁谭肖风声 在说这个时候你都要想到那个就是就是我们前领导人 都给他有一个丰富的喜剧财产 然后第二个第二个第二个这个来源是一些在为了回避审查 审查网络审查 我之前做过一期关于网络审查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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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座 那是一年以前的事了 呃 其中第一层就是一个自动的审查 就是他直接用机器来抓敏感词 有敏感词 然后你这条状态或者这篇文章就不能发就被屏蔽了 然后为了回避绕开这个 于是一些词语就会被替换的 然后这个替换有时候是临时的 比如说呃 我讲一个词语 呃 这个词如果不能讲 我就把这个词中的一个字换成它的谐音 呃 这是一种非常常见的做法 然后有些就有些变得非常巧妙 于是就被流传下来了 然后非常巧妙真好玩 呃 比如说第一个例子就是我们知道六四事件是一个在任何地方在很 不管是在什么时候在基本上所有的大陆的呃 社交网站或者是一般的BBS上都是非常敏感的一个词 如果你在一个帖子或者一个状态中提到了六四呃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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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定是一个敏感词是没有办法发得出来的 呃 呃那怎么办呢 就有各种各样的办法料过它用别的方法说六四这两个字 呃 那么最简单的办法就是 与其说它是六月四日那不行呢 我们就说它是五月三十五日 这个 这个三十五点三十一等一词 五月三十五日就是 然后或者是吧 你不说六四那就说八的平方对吧 然后比如说我们说六四事件的时候 我们就经常会看到一些人提到这个事件的时候 这个回避这个两个字它就会写成八平方事件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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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为了回避六四这个字 然后剩下的一些都是代替呃我举的例子都是代替一些呃被称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人民 呃这些人民呃时常也是在不允许被出现在评论里面 那怎么办呢呢 就是各种各样的办法 对我们起各种各样的外号 呃最最最最 现在就是大家非常习惯叫的就是腊肉 呃腊肉这个这个这个我想大家应该都在不同的场合见到过这样叫毛泽东了吧 这个是一个非常形象的叫法 因为它现在腊肉嘛 因为它现在腊肉嘛 就是因为它在那个水晶关台里被防腐化的放在那里 所以它就像一块腊肉一样 是那种带有笔式的呃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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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称呼啊 然后笔式的 第二个字是茂迪之年的那个茂 然后但是因为它的写法其上是老毛上下 所以我们就用这个字来代替老毛两个字 然后来代替毛泽东西 这样的一个组字来 就是因为有时候我们会在网络语言中发现有的是它它是在拆字 有时候它是在组字 有时候网络语言有时候我们会发现评论一个写很强 它不会写强它会写公和衰 它会写公衰把它打成两个字 嗯 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我也经常去 我也自己也经常这样用 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嗯 公衰 然后这是一种拆字的方法 至于组合的字 比如说老毛就被组合成了帽子的字 因为这个字是本来存在的 再比如说我们在形容中共的时候 我们说共产党 然后会用另外一个字 就是我刚才写的那个 我们会叫我们会简单 我们有时候会称它为土共 然后土共的话 又有时候就被写成了一个字 就土字旁加上一个共 那念什么 我也不知道 好像念轰还是轰 这个不重要 但是重要的是它是土共 重要的是它是土共 就是有一种方法是拆字 有一种方法是组字 这就是在网络里面 我们会注意到的这些 这些 然后再往下是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多的喜剧剧情的那位 前领导人 然后我们对他的称呼也有很多 因为他非常喜感 就是我非常亲切地称它为蛤蟆 就是大家知道他戴着那个黑框眼镜 然后他那个身材 然后是一个非常让人想到的 某种蛤蟆的称呼 然后尤其是他的那个那个 江泽民 他的那个裤腰带一定要提到肚脐眼的上 要提的非常的高 我认为他照片 但是这样的一种称呼 就是 就蛤蟆是他的一种称呼 然后 由这个也引发别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评论 有时候我们在评论的时候 会评论哈哈 说得很好 但是现在我们的评论的新的趋势 不是说哈哈 而说哈哈 用蛤蟆来 这也是现在的一种非常流行的说法 这都是有多 这个 这个 就是非常给我们的功效非常多喜剧素材的 然后当然严肃一点的称呼 就把它称为太上皇 因为我们知道 在对中共界隶到人的称呼 我们也有这么一套称呼 就是从毛泽东奔上 江泽民 特别叫太祖太兄太上皇 这个是 所以我们当我们在说太上皇的时候 我们就在说江泽民 当我们在说太祖的时候 我们自然是毛泽东奔 就是这几个词 然后 是在网上我们经常看到的 再往下呢 就是在 就是 就是在那位 江泽民之后的两位 两位主要的两个人 面摊地和影帝 是吧 然后 这个 怎么说呢 就是 面 就是他们两位的对比 非常强烈的 一个 一个非常会 就是善于 动之以情 我们称他为影帝 自然就是那位总理啊 何家宝 然后还有一个是从来没有表情 然后就是称他为面摊 就是 我们就是 就是对 引导人有一些非常戏谑的称呼 一方面是为了当然是绕过审查 我们说胡锦涛这几个字可能是敏感字 答不出来 于是我们想在绕开这几个字同时 才表达一些我们对他的戏谑也好 鄙视也好 觉得他非常好玩也好 就是用用用用这样的词语 一个面摊一点点气 然后 最近的例子就是 薄熙癌事件 薄熙癌事件出来以后呢 为了绕开薄熙癌这个字 那我们不说薄怎么说 我们说他的反义 我们说不厚 所以说我们就说不厚的书记 当然也有些别的 比如说 我们就叫他什么镇南王 因为他是重生在西南 所以说什么西南王 镇南王之类的 平西王 对 这种说法 都是在指薄熙癌 至于他的那位 公安局长 就是王力军 王力军呢 当时因为我们知道 他休假式治疗嘛 休假式治疗之前 他是被认为为了副市长 就是从公安局长 被平时调成了副市长 主管教育的副市长 也当时是去年三月 所以就出了王副市长 于是就被戏成为王护市长 然后 我们经常 我们会在网上看到这样的写法 把王力军写为王力娟 美丽的利 杜娟的娟 然后就说王力娟护市长 这个就指的是王力军 这个就是 就是我们会注意到 他们会 网民会选取一些就是 对对对对 非常明确的一些 一些这样一些形象 去去 去形容一个 本来并不是这样的一个人 然后这样一种对比 就造成了非常有 非常非常非常喜剧的效果 我觉得这 这里面的 这里面的智慧 是非常可理把揽的 然后下一套词是非常 这个我并不是推得了解 但是我觉得用的人也很多 所以我还也拿过来了 就是我们会在很多时候说一个人 说他也不是表里不一 说他也不是表里不一 主要是在 他表面上看不出来 他有什么想法 但他内心里 酝酿了一些非常坏的点子 主要是在讲这个事情 不可以 然后公口就是说 是吧 这个 没有 就是 公口指的是 公口动画 就是 色情动画 公口就是日语的色情的意思 就是他这么写的 他不这么读 我不知道日语 日语吗 对对 所以有时候中文我们也就说 这个就是公口 公口片 这个意思 大家就知道 好吧 OK 复黑也是日文的汉字 是什么 日文是这么写的 我不懂日文 所以 复黑也是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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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黑 我觉得现在复黑是偏宝译 复黑本来在 因为这些词 他之所以能从日文传到 变成一些中国网文的用语 主要是因为他们有很多人在看动漫 然后就是我们所称的ACG界 就是 动漫的小朋友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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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那 在那些动漫中 复黑好像确实是一个相对来说 比较 蒙的一个概念 是说一个小朋友 比如说他 他看上去很天真 烂漫 无辜 但是他 会干很多坏事 然后说他复黑 是一个并不是特别贬义的一个词 呃 呃 哪尼是日语的一个象征 就是日语 我不知道他怎么写 但是读出来是哪尼 然后会变成一个非常 现在变成一个很 很浓 很浓的一个词 就是经常要是女生在用这个词来代替 代替 就是它是神吗的意思 就是 嗯 神 有时候我们会 现在大家可以写就是神 马 知道吗 然后也可以 所以如果想卖门的话 就可以用哪尼这个词 然后最后一个词我想大家也都知道 然后 呃 呃 嗯 我不知道日语标准的怎么读啊 但是虽然我听过一些词 对 对 对 雅魅杰就是在 就是日语的 呃 日语的不要不要 大概这个词 他之所以流行起来是因为 这个 这个我们知道这个 呃 在宅男中非常流行的 日本爱情动作电影之中 呃 经常 有这样的一个 一个 一个词 是他们 呃 不是最常用的 基本上很常用的一个台词 然后 这个词 呃 本身它是只是一个 在动作片中经常有一个词 但是 经过网民的发挥 呃 他们把这个发音 雅魅杰写成了雅魅杰这几个字 尤其是用了蝴蝶的点 然后他们把它想象为一种 一种蝴蝶 哈哈哈哈 所以 然后 所以 然后 于是 它就变成了一种蝴蝶的 在网上曾经流行的 一段 一段时间的一个神兽 呃 神兽就是 都是由 主要都是由一些词语谐音 或者外语 借过来的词 呃 变成了中文一个词 然后给它赋予一种动静的形象 比如说 非常 当时非常典型的 它有一个叫 呃 呃 把呦 呃 呃 然后 它的形象就是一条鱿鱼 一条鱼 然后雅绵蝶 它的形象就是一个蝴蝶 然后草泥马 它的形象就是草泥马 然后 就是 就是通过这样一条 然后当时我记得还有一个 什么能好好记住 然后 然后 有几大神兽就是这样被造出来 然后 它们把一些这样的词语 通过形象 然后翻译过 然后 然后 塑造出一个动物的形象 然后 就是 就是 他们通过这样的方式 造出了一些 一些词 呃 我举的几个比较常用的 然后 如果是ACG圈的人的话 它会用更多的 甚至于 我有时候都不太明白的 一些日语的词 但是 这几个 比如说附黑这样的词 已经是非常 非常常见的 这几个比较常见的词 在这几个比较常见的词 已经是非常常见的那词 呃 这样往下的话 就是 呃 脏话的 含蓄话 我写的是 就是说 呃 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就是我们感到 感到说 有一些脏话 然后 然后我们为了 想表达那样的那种情绪 但我们也同时认识到 说那是脏话 我们不能把它直接的说出来 于是 就会有各种各样的 让脏话 变得似乎含蓄一点 变得委婉一点 于是就变出了一些东西来 然后 呃 比如说我靠 呃 他当然是从我操变过来的 然后 操这个词显然 在大家认为 他非常粗俗 所以 就变成了我靠 然后再往下 变得更轻一些 比我靠还要更轻 更不脏一点 就变成了 我擦 这个 就变得 好像并不是在骂人 就是表达情绪的时候 用着我擦 表达我的情绪 但同时好像又不是很脏 这个是就是 然后同样的 呃 我的歌去 呃 这其实也是一个 呃 当然我们知道 呃 北方有一个非常 呃 常用的 也是非常直接的 骂人的词 叫 妈那个逼 然后 于是 于是我 呃 呃 其实是从 这样一个 妈那个逼这个词中 把一个他最重要的 赋予他 节奏感的 这么一个东西 拿过来 就是说 其实妈那个逼 当然他提到了 生殖器官 他很脏 但是他为什么之所以 有那么多人用他 骂的 觉得用这个骂很爽 重要的是 他是四个字的一个词 有乐歌在中间把 就是 他有一个这样的一种 节奏在 于是我乐歌去 同样保留了这样的节奏 但同时 把那个脏字 用了 其他字代替掉 所以他 既保留了那种 呃 用他 用这个词 抒发 情感的那样一种 非常 非常有快感的那样一种 节奏 但同时把字里代替掉 好像又不那么脏 这个 就是这个趋势 就是 网民会 从这个方面 把一些词里 变成这些词 然后再把这个词 再变得更可爱一点 就变成了 一个版本 我几下写的 叫喵了个咪 呃 这是 郭德邦的下词 我也出现了这个词 我刚才跟你讨论一下 我觉得这个 我这个区 可能有点像湖北的 方言 因为我和他在湖北部的书 武画画里面 应该有更会惹的区 有 有 有可能 有可能 我的意思是说 呃 他可能会有一些 比如说方言的来源 比如说有人说 我这个区是来自于我去 我去的是来自于 什么样的方言 什么地方 我记得看看我整个 我好像去的是什么 任何漫画里面的 呃 我那个区最早出现 我那个区最早出现 是出现在任何 是最早出现 是出现在任何 我只是说 他之所以可以那么流行 是因为就像我刚才说的 他保留了那样一种 骂人骂得非常爽快的 那样的邪奏感 但同时又把字给带起来 这个非常重要 然后比如说 如果再卖猛一点 变成了喵了个咪 呃 就变成了 比如说当时 说妈那个逼的 都是在大街上 骂街的那样一些 给人感变很粗粗的人 而说我了跟去的是可以是 非常普通的网民 就可以说我了去 而 喵了个咪 这种词 甚至是可以一个非常 呃 在卖猛的女生 他都可以把她说出来 就是 他给了一些就是 呃 各种人 以 一种骂人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可能 这个非常重要 就是 把脏字变得不那么脏 但保留了他的气势 这个非常重要 然后 互联一些就是 另外一种造词方法 就是 用拼音 呃 蓝州大烧饼 这个大家已经在见过吧 呃 呃 我们要注意他的拼 汉语拼手字 不是很 那个 呃 蓝州就是楼主 烧饼就是SB 然后 就是楼主 大家都知道楼主 就是那个发帖的那个人 然后回复一楼二楼三楼 然后楼主就是楼主 为了在回铁中 想在回铁中骂楼主 呃 我们当然可以说楼主傻逼 但是似乎有点脏 对 傻逼这个词我们还是尽量避免 然后呢 那病人怎么办 那就把它替代掉 替代掉 就用字母 有时候我们会看到有人直接写SB两个字母 然后 如果还想把这个再变得好玩一点 变得更 似乎更隐晦一点 那我们就说烧饼 这个 在 我们会经常在一些回复帖子中看到楼主烧饼 就蓝州烧饼就是在骂楼主 这个就是也是非常 也是就是用拼音变过来的 拼音变过来的 还有一个最近的例子 就是我去年买一个表 这是最近流行起来的一个话 我去年买了个表 就是也是如果我们把汉语拼音手 怎么写起来的话 它是我去你妈那个B 然后我去年买个表 就好像听到就是 因为它变得更长了 把这么长的一个骂人的词 都用一句完整的话 替代表 就变得更隐晦更好 当然还有最近 我去年买了个表 的升级版 叫我去年买了个登山包超验模 哈哈哈哈 就是我们会就 因为是这样的 每个人都有骂人的欲望 然后在这种时候 我们似乎又不愿意去用那些脏子 然后这些词语就是在这样一种 有这样一种需求 于是这些词语才能够生 然后最后一个是稍微有点特殊的一个东西 我把它放来了 藏匹马 它自然也是一个 把脏话 操你妈 变成了一个三个 换了三个字 同样的音换了三个字 然后同时它也是一个 我刚才所做的神兽 藏匹马 就是你大家知道 那个羊驼是吧 然后非常可爱 就是它把一个 一个脏话 变成了一个非常可爱的一个 和一个非常可爱的动作 连接了起来 然后 就是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然后藏匹马我们也知道 一开始它出现的时候 它是跟 它是跟和谐是对立的 和谐也是另外一个谐音 和谐是和谐 和谐就是 在网络上删帖子 就是 帖子被删了 或者被和谐了 再往上的话和谐 当然是我们前前前前领导人 那个和谐社会 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 所以不和谐的结果叫被和谐 然后这个和谐 就是和谐 然后 然后与和谐作斗争呢 那就是草尼玛 然后草尼玛 因此它就代表了一种 网民对 网络审查制度的一种 非常戏谑性的一种反叹 然后当时甚至还创造出一首草尼玛之歌 就是 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Youtube上做草尼玛之歌 一个非常可爱 然后视频也做得非常好玩的一个一首儿歌 是一群同声合唱的这首歌 怎么弄出来 呃 从声合唱它可能有声音处理 对吧 改变那样 或者就是找小朋友唱一下 怎么办 哈哈哈哈 草尼玛是很萌的动物好不好 就是 就是 你看这歌词里面就写了 这个 他们 就叫 他们 自由自在的生活在草尼玛 戈壁 他们顽强克服監控环境 然后 他们 他们为了卧草 为吃掉 打败了河蟹 河蟹从此消失在草尼玛 然后就是 就是这个 这个还是 还是 就是 把各种各样的骂人的词 融在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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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可爱的儿童里面 这就是 大家 大家的一个非常有趣的创作 这个网上有个MV 网上有个MV专门放飞 然后配的那个特别可爱动画 然后再往下呢 这一部分是更新一些 因为草尼玛也是去年就有了一个东西 然后这些好像别人感觉是去年 或者是年初才开始流行的一些词 是一个就是 这些词语主要来说是用于在回帖文 就是并不是我们很难想象它用它来写一篇文章 但是它是用来在表达非常快的想评论一个帖子一个状态的时候 我们经常会用这些缩写词 不明觉历 大家应该也都见过 就前面几个单 都见过了 不明觉历 就是 虽然不明白 但觉得好厉害 于是我们经常看到有人转发一个什么帖子 然后谈一个我们自己完全不了解的话题 但是同时我们想去回复 说柳主你好厉害 但是 事实是我们看不得他分享的东西 这个时候我们就会用这样的一个不明觉历 然后 第二个词 就这样写了很多 我每个例子都其实还有很多例子 但是我举的是几个 我认为在我的视野中它出现的频率还比较高 然后我觉得选出来讲一讲会比较有意思的 男墨女泪 这个经常上校内现在叫人人 那个网网的人应该会有印象 男墨女泪全 写全是男人看了会沉默 女人看了会流泪 简称男墨女泪 这个词是用来干什么呢 就是说大家应该都有感觉在 比如说微信上 或者在校内上 或者在微博上也有 就是 有人会分享一些非常 以爱情为主的 主要的一些非常 讲爱情故事的啊 讲什么一个男生追一个女生 后来被那个女生抛弃了 男生非常可怜的 在她面前做了什么什么什么样的事 最后那个女的还是把她抛弃了 这样这样的故事 分享这样的故事 然后 这样的情感故事 然后再要不就是一些非常 恶俗的一些什么什么 心灵鸡汤一类的文章 这样一些文章 然后 这样一些文章 我们为了讽刺她 就会说 这样一些文章 真的是会让我们俩人 看了会沉默 女人看了会流泪 于是我们就把这些文章 形容为 这是一些男墨女泪文 就是在罵这些文章 非常的无聊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 在分享 南墨女泪文呢 就是 我们会 就是 就是这个词是在讽刺 这个文章 然后 也是 甚至我们在说 现在 就是在说人人网的时候 人人网 基本上我们在说人人网 它的一个特点 就是男墨女泪 就是 就是 分享这些文章的实在是太多了 我们经常看到 什么 一个男生 什么 做完以下四十件事 你和他便永远不会分手 哈哈哈哈 哈哈 就这种文章 就是典型的男墨女泪 典型的男墨女泪 然后 下一个词是战武渣 这也是一个打游戏的人 一开始经常用的 最早一开始 庆文珠里面出来 庆文珠里面出来 然后 这个词 在 游戏 打游戏的人 有时候会用 有时候 其他人也会用 战武渣全程就是 战六里只有五的渣渣 然后 就是 比如说 骂人那时候 比如说 再举个例子吧 比如说有一个人 发了一个帖子 讲了一个观点 然后 另外一个人 反对他的观点 于是另外一个人 叫了一批人 在他的文章底下回复 骂他说 你这文章写的特别错 但是 批评的都完全不在点子上 批评的都完全没有 任何技术材料 这时候你就可以回答 你怎么又派了一群战武渣 来这样的 就是 这是一个非常常 就是在这种词 我举个例子 就是说 这种词是 都是 都是 可以在一些非常 具体的一个场合用的 就他并不适合做一个 写一篇长文章 把他放进去做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但是他在 回帖 这样一种情形下 经常可以 就回帖 这些词是最经常的 人间不拆 这也是我们屌丝经常用的一个词 人生如此艰难 有些事就不要拆穿了 然后 比如说 回帖的时候 我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 高富帅A分享了一篇日志 日志的标题叫 如何在旅行中给女朋友拍出一部漂亮的游记 教大家怎么摄影 怎么把女生拍得特别漂亮 然后表4B分享一下 分享的时候加个评论是 前提是我得有个女朋友 然后表4C又分享一下 加一句评论 人间不拆 就是 这样的一个 人间不拆 就是在一些 比如说一个人说一句话 哇 说脱了我的苦衷 然后我就可以用这样一个词来回复 就是人间不拆 有如此艰难 你就不需要把它收到那么多名单 你懂得就好 你懂得 最后一个词 比较粗俗 这个 大家可以看 可以看 也可以不用记住 双场 因为这个词应该都是第八出来的 第八说很多这种非常无聊 非常弹腾的缩写词 双场的全剧是 一银一时爽全家火葬场 就是说 就是 就是 比如说 我举的例子是 有一个人发一个写字 有个表司发一个写字 求女友 20到22岁 6分以上胖子不要 本人24岁大砖狗 然后 然后 回复它 对不对 回复它 就是 柔主 爽场自重 就是 爽场自重 就是 就是 在回复一些 很明显是痴心妄想的一些 帖子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用爽场 这个词 就是说 柔主 爽场 就是 就是 当然 这个词是很 很严重 很粗俗的词 这个 我还是知道 那种爽场 哎 你知道什么叫意淫 就是在幻想 然后 空想 你可以空想的非常少 但是你的结局就是 全家火葬场 全家火葬场 这句话会缩写 然后 这样的一些 这个词 当然用的很少 你知道 我只是举个例子 因为这样用的很少 其实还是有的 比如说 我之前我也跟别的人讲过 举过这个例子 这是两个字的词 三个字的词 比如说 和爽场类似的意思 有一个词叫 来信砍 全称是 有种来信不信砍死你 然后 来信砍也是可以用来 回复这种帖子 比如说 有个帖子在发 比如说 有这种地图炮的帖子 说 河南人都怎样怎样 然后 底下 河南人就可以去回复 来信砍死你 就是 你再这样说 我们河南人 有种来信不信 我们砍死你 就是 就是 这样一些非常具体 也不是很常用 尤其 前面几个 南墨女类 人间不差这样的词 已经用的越来越多了 但是后面几个 确实不常用 我想说就是 包括 南墨女类 包括不明觉厉 这些比较常用的词 以及我刚才后来说的 不常用的词 他们都是在特定的上 尤其是在回谍 这样一个情景下 他们可以用最短的语言 去表达一个 本来可能是一句话 两句话 三句话 才可以说完的一个情绪 所以他们就这样流行一下 然后 最后一些 就是 我也说不出来 来源是什么 我也说不出来 来源是什么的一些词 然后 第一个就是 就是 当年最著名的贾君鹏事件 就是在 窝吧 这个窝吧 窝就是 魔神世界 魔神世界吧 就简称窝吧 就是 窝吧 就是 有一天有一个人 发了一个帖子说 贾君鹏 你妈妈还你回家吃饭 大概就是说 他在某个网吧打游戏 然后 反正就一个人发了一口 贾君鹏你妈妈还你回家吃饭 然后 这个帖子就过名其妙的 就变得非常狠 底下都在回复 就是 这个 这个帖子被大概 几万 几十万人 一直在回复 于是这个东西就红了 你妈妈还你回家吃饭 就是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红 然后 有人说他是网络推手 推的 因为之后 事后有不止一家的网络公司 宣称这件事情 是由他们操控的 但是 因为是在事后宣布 而且是好几家都宣布 是他们做 所以我觉得 也很有可能 根本不是他们做的 这件事情 就是 莫名其妙的一个帖子 莫名其妙的红了起来 然后造成的结果 就是这一句话 就想留下 就是你妈妈还你回家吃饭 这句话 就经常用来去讽刺一些 比如说 比如说一个官员 然后他做了一些坏事 然后 然后他又不愿意辞职 然后我们大家就会 在网民就会评论说 插插他 你妈妈还你回家吃饭 就是应该怎么办 就是他对这样的 然后 第二个 首先我再说 这一评论里面 都是我完全不知道 他为什么会出现 就是前面几个 我还可以说出 这些词语 它 是应了一个什么样的需求 大概所以才造成 而这些 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 就 就 我说得太清楚 所以我反正 追到无厘头的 来源比较无厘头 第二个 我和我的小伙伴都惊呆 也是最近很流行的一句话 很想 然后这句话来源是这么一张图 一个什么什么 一个作文 然后一个作文里面 就是写了一些小张的作文 我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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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就是一个 就有一个人写的 他非常 他写的是什么 解放军跟敌军大战了十天十夜 我军和敌军都只剩下一个人了 他写的是什么 然后他都只剩下一个人 屈原是屈原是部长 他看到这一个场景 哭诉的拿起还有最后一颗子弹的枪 打死敌军最后一名高级指挥官 然后就喊了一声 老主席万岁 共产党万岁 就跳河自寻短路了 听到这个以后 我和小伙伴们都惊呆了 就是一个人发在网上的一个小学生作文 然后 这个当然这个小学生在这么小就可以创造成这样一部 史诗级的一个企划 我应该还是非常有天赋的 然后 所以就之后 这句话就留下 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 就是 就是在表达我们非常吃惊的表情的时候 就可以用这句话 就是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 然后 然后再往下一个就是 也是一个完全 莫名的一个词 叫祥 祥 祥就是祥 但是在网络词语中 它已经 它现在可以指使的意思 然后比如说 眼角有祥滑过 那屌丝 我们不要哭了 干了这碗热祥 然后 然后 这个 我为什么不懂是想 你之前有看影片 让我一件什么 什么 昏想 什么 什么 就是昏了 就是 或者说指摸一个字 想 就是 那也有可能表示比试啊 让你的东西是 像想一样的 这个初处 你没有摆过出来 是为什么 那个初处 那个初处呢 初处是因为 异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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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从此那个拔的人就开始用祥和名字来代替使 然后从此祥就在 然后这个流传广告之后就被更多的人接受 于是从此这个祥就只代使 就是 就是一朵祥 以前就吃 这什么东西 吃的东西 吃的什么东西 就是吃的一朵祥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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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没办法 但是 这个 所以我把它归之后无厘头 但是 它确实还挺流行 尤其想这个字 现在我都在想 然后 吊丝的来源也很 也很无厘头 就是 之后我会讲这个事情 就先把他来源讲一下 来源就是说 当时 第八跟另外一个八 第八什么时候我会讲 就是一个百度贴八 百度贴八 一个叫 一个叫李毅八 一个叫雷霆三巨头八 两个八的人互相对骂 然后 第八的人 原来自称是帝斯 因为他是李毅的分子 后来 雷霆三巨头八的人呢 就说 你们这些 你们分李毅 李毅 李毅是什么 李毅就是一个屌 然后你们这些人 什么意思 你们就是屌丝 然后 第八的人 这个 不以为齿 翻译为容 然后就把这个屌丝 这个名号接下来 当然这个 他们的故事很多 因为 据说这个雷霆三巨头八呢 有很多是原来老爷的 第八的意思 他们觉得 这个第八的内涵 在逐年下降 非常感到无奈 他们自己就 退出了第八 自己跑去雷霆三巨头八走 然后 其实上 雷霆三巨头八与 第八当时那次对骂 据说有可能是 这个心老意思的一次 这个 反正这个 这个他们之间的这个事情 我也不是第八的一个常客 就是 这个八 对 我过后会讲 这个 第八是一个 第八是一个 强调 强调内涵的一个 是不是DOTA吧 DOTA 不是 最后一个例子就是 为什么要放弃治疗 这个 这个 最近大家应该都看到过 这个 就是 来源是说 那个 那个 杨教授 杨永信 就是 非常关心我们青少年健康成长的一个教授 这个 杨永信 他是治疗网瘾的 他专业 他就是 他的专长是治疗网瘾 上网上瘾 然后他就用电机的绕法 然后 我们电底下 就是 他会把一些青年人就是家长 觉得他上网上太多 受不了 想要治疗 然后就把青年人送到他的一个 很像集中营的地方 把这些孩子关在一起 不让他们上网 然后想上网的时候 就是什么什么电机 就是 就是一个非常变态的一个事情 当时有媒体报道 反正反正 反正当时闹得很大 然后当时有这么一个事情 就杨永信 杨永信 有的孩子就显然就受不了他 这么一种折腾 然后就 后来他家 孩子家长也不让他这么折腾他 就把孩子接走了 然后当时报道中就报道说 杨永信他就 就对这些孩子和家长说 你们这怎么就走呢 你们为什么要放弃治疗呢 然后 然后这句话 这句话 于是就就就就楼上开来啊 然后 为什么要放弃治疗 这个话就变成了现在就是 我们在骂楼主 比如说骂楼主神经病 神经病 那个字太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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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无聊了 所以我们实说楼主神经病 我们说楼主为什么要放弃治疗 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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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新的一个比较新的说法 就来源非常无意妥 所以我把它放弃治疗 然后就是就是我大概把一些网络词语根据它的来源 然后比如说它是由缩写来的 它是由脏话来的 它是由日文来的 它是由网络审查 它是由时事来的 我把它大概分了一些类 呃 这个分类显然是一个我自己分的 因为我也找不到一个什么更更更有体系的一个什么方法 我又分这样分类一下 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 我估计这样分类也会漏掉很多 但是 呃 因为 网络词语实在是 非常的多 所以 想往那去去分类 也不是很容易 怎么分都应该有漏的 所以这是我的一个一个一个大概的一个 更具来源分类方法 然后之后要提的一个东西是一些文 在词语之外有一些文体 就是我们甚至不只是用可以在用独特的文字字词表达我们的想法 我们可以在写文章的时候用一些文体 呃 折发我们的一个一个一个情感 表示我们是非常有趣的人 然后 第一个也是比较早的一个影响 去年也是去年的一个叫咆哮醒 咆哮醒呢 就是什么什么 一个句话一定要以什么什么阿结尾加一堆感叹号 然后开头 句子的开头 经常可以加尼马两个字 然后 呃 然后结尾啊 然后结尾也经常有什么什么有目有阿 然后打很多感叹号 就是这样的一个 然后最早可能是一个叫很有名的马景涛 这个可能有人听过 然后他 呃 这个 他写了一个 一个一个 跑跳起的东西 后来也没有特别好 然后后来他又再一次跑跳起 真的红起来之后 是因为一个人在上面发开日志 呃 这个日志还跟我们蛮有关系 他是 他是 这个人是南外分校的一个小孩 他写了一篇 呃 法语 就不用笑 因为南外 南外引导了两次网络事件 一个是跑跳起 一个是奶茶医生 这个是奶茶医生 然后 呃 他写了一篇 当然是想学法语的人上不起 然后内容什么什么 老子 两年前选的法语课 呃 八个感叹号 于是他上了尼玛 不归路啊 呃 谁跟老子想法语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啊 尼玛 听着那个外太空的法语啊 跟土一口谈一样一样的啊 有木有 就是 就是 之后的华小姐就正常出现这种 就是什么什么什么有木有啊 这个表 就是加强他的情感 就是 年轻人呢 他有时候想 非常想发泄 然后 然后 就采用这个文体 就是他以非常最最最最直接的方法 就是 打感叹号 然后最直接的词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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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木有 然后 然后 反复的方法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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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直接的转啊 这个 就我举出了几种 然后 文体有很多种 第二种我举的是淘宝 这个大家 日常口语中都在用 我们现在都在经常称呼的时候叫轻 对吧 然后 就是 对不是特别熟的人 都可以称呼轻 然后 所以这个词 这个就是淘宝来的 然后淘宝是什么 淘宝大家就知道 就是一个购物网 有点像中国的eBay 淘宝淘宝 淘宝 淘宝上的客店家 就是这个好东西 卖给他的 卖给 呃 卖给客人 他们要 拉近你客人的关系 就是 他们最短财 用了这样一个 与客人沟通的方法 你就清你的什么什么什么 到货了 然后 别忘了什么 给好评哦 就是淘宝店家 如果每次交易之后 可以给店家打一个分 然后淘宝店家 就会账领一些客户 然后 这个淘宝起就流行起来 以至于说 到后来有一个学校 这个好像是 男理工是吧 男理工 他用这样一门棋 给 当年高考完 被男理工录取的学生 发了点短信 祝贺他们被录取了 就是当时很有名的媒体 有很多报道 他说 亲祝贺你哦 你给我们学校录取了 哦 男理工211学练哦 奖金通货哦 门口都有地铁哦 警察宜人读书胜地哦 亲记得912日报道哦 录取通知书明天就发货了 上网就可以查吧 录取通知书拿到了哦 对对对 就是淘宝起的特点就是 亲作为称呼 然后以欧欧作为美术的结尾 然后经常加上什么什么什么 要发货了 什么什么最后 别忘了给好评哦 就是淘宝起的一个 一个特点 然后在口语中 可能我们不一定要说 亲请从神发货 但是亲这种称呼 是由淘宝起一个个人来的 就是我们经常在口语中称一些 不是特别熟 但你还关系还可以的人 有个这种亲这个自然称呼 再往下一个就是 其实我刚才讲研磨女类的时候 也讲到了所谓校内体 校内体是一个非常蛋疼的一个东西 校内体包括哪些内容 这首小诗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生活常识化妆记十二星座小秘密 不看后悔成功录论文大全脱福体 泡妞京剧传送文 南墨女类蛋疼文 读到哪句心疼了不顶不是中国人 这个大家都应该有感受吧 就是看过很多这样的帖子 对吧 就是在不管是微博上还是校内上 分享这类帖子的人 我觉得在任何一个人的他的朋友圈里面都有 然后我不知道你们对分享这类文章的 分享的这类文章有什么态度 就是我 我想是觉得非常无聊非常担当 所以我们经常形容这样一些文体 是校内体 就是类似心灵鸡汤 或者类似就是所谓的比如说 教你处事之道 这样的一些文章 就是成功学 然后这些都都被归为校内体 就指的是那样一些没有思想深度 嗯 心灵鸡汤 然后底下是一些校内体文章的 标准标题 就是我相信我读书标题大家肯定有 我肯定觉得非常熟悉 我看过无数人分享无数这类文 我刚才要讲 情侣之间做完这叉叉件事 就永远不会分手 史上最准的星座排名 括号准到哭了 500强资深经理人 以你分享提高效率密集 让你看过少奋斗十年 括号我看过真的很有启发 很现实却又很实用的处置 知道记下来会受益一生 XX为资深英语培训老师 轻力奉献托福听力经验 保证你 不一定保证你看过 但看看绝对实在功倍 这是 还有这种解读 最近这个我不知道大家看过 我看过非常多 这是一尊什么什么佛 几秒之内转发 可以踢走每一期保家人 这种这种东西 然后 大家也有一些什么 不顶不是中国人 比如说 你所不知道的 几秒军 插大秘密的武器 不顶不是中国人 底下还有一些 像我一起的 比如说明年路 就是心灵鸡汤 这种东西 世界上前十位的奢侈品 一一颗不老的童心 二生生不息的信念 三背包的健康 四舒适的创业 五安稳平和的睡眠 这种东西 然后还有这个 明年节 一生中至少有两次冲动一次 奋不顾身的爱情一次 说走这里的旅行 哦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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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比较火 大家都应该知道我的事 这种文体被称为孝敬鸡 所以 我举这种文体 比如说一些一些起标写的方法 就是有各种各样的在一个单词之外的一套 就是一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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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趣的一些东西 嗯 网络语言 我就 酷啊 一六万的提了这么一些这么一些现象 然后 现象完了以后就还是 虽然我也就在下面介绍了一些 我不试图去做一些特别特别特别深入的分析 那我还是要就是试着给出一些我们怎样去解读这样一些词语 我看我的词的时候 我注意到 我是从三个层面上看它的 第一个 是语言 本身 就为什么可以出现这么多词语 是因为语言本身 他语的特别性给出的造词 非常多的可能 我们刚才看到一些例子,有的是谐音变过来,有些是汉语拼音变过来 有些是拆字,有些是盒子,有些是把一句话缩成一个词 就是语言本身它给了很多可能性 然后当然如果去深入分析这个,我相信可以写出很多语言学的语言 然后再往下一个层面是关于网络的环境 网络的环境是一个非常特别特殊的环境,跟我们日常交流有不一样的 但同时,我们是越来越快的生活节奏也给现在的这么一个网络环境 它也变得节奏越来越快,交流越来越短促 本来我们写博客,现在我们写微博更短了 然后我们回复的时候可能比写的,微博可以写140个字 但是我们回复的时候我们根本不再写更好 我们就一句话,甚至把一句话做成几个字 这样一种走向越来越简短,而且要形象能抓住人心的这样一些特点 这样一个环境给出了这些词语变化的一个方向,就第二个层面 然后第三个层面,那就是要放到更大的社会背景上来说 就是中国的这个特殊的社会背景 社会背景,当然我们说政治上会有一些会回避敏感词 比如说,然后会造出一些词语 然后我们会有一些不满,社会的不满 然后就会造出一些针对这样一些表达不满的一些词语 或者然后自己生活在一个安全感并不是很强的一个社会里面 我们都有一些焦虑,然后非要释放这种焦虑 有些词语,就是应运而生 比如说我后面说的屌丝 以及屌丝的话,很多东西都被解决为是一种激起的焦虑的一种释放 然后我中间还引了一段话似的 这个是,就是,就是因为让我,其实在我当时我在举到 我就做这个PVT的时候,比如说我举到一些缩写的词 缩写的那些词我就想到这么一个例子了 好像没什么关系,但其实我觉得那还是一致的 就是说我们大家可能看过法国 甘纳的Bus前一段时间播的那个片子叫《不害夫》 然后那个电视剧呢,就是,就是,不害夫有多少人看过 OK,然后就是我们会想到说 那可能大家回去看的非常好玩那个电视剧 美极,美极,就是有一个中年男子三四十岁的一个男子 然后美极在嘚嘚嘚嘚说的不停说 他一些生活中非常琐碎,非常杂的一些细节 但是他却很能引起人的共鸣 就是比如说我举个页,他就经常会说 他比如说他有的细节,我记得 他拔出一个U盘,插到电脑上 哎,插了一次盘,插反了,插了一次 反过来,哎,发现刚才那个词是对的,反过来再插一次 这有一个我们生活中非常经常的细节 你知道吗,就是插硬盘那种 然后他就不断的抓这种细节 然后在一集里面非常树树叨叨地在说这些事情 然后让我们非常有共鸣 因为这种事情我们大家都在天天都会遇到这种事情 然后他那个电视剧每集一分钟 然后每天在一个整个大的节目之后播这么一集 然后大概播了现在我不知道四五十集 就这么一个 然后我就想到说这其实讲的硬的都是同种趋势 就是在我们这么一个节奏越来越快的社会里 大家的沟通似乎变得越来越方便 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工具 然后沟通变得越来越方便的结果就是说 我们并没有变得越来越开放 变得越来越共同共融在一起 而是反而变得越来越孤立 这段话是特别的一句话 就是他们在试图通过比如说 不太这样一种完全没有思想内容的生活细节的 这样一些fast food的重演来找到更多 让大家觉得说我们可以填充我们这样一些非常空虚的心理 就是我们填的都是什么 我们填的其实还是空虚的 不是哥不寂寞 因为有寂寞陪太多 就是这么一个道理 就是说把东西变得越来越简短 每个简短的东西都越来越可以抓住 每个人在生活中的那样一个非常细的一个片段 这就是不害符合那些比如说通过缩写 来缩出来的词所能反映出的一个东西 就是我觉得他们都是用一个非常简短的东西 抓住了某一种非常特殊 但在每个人的生活中会出现了一种感受 就像我刚才说的不明觉理这么一个东西 它为什么会流行 就因为我们真的有时候看一个东西 哇你好厉害 可是我又不知道怎么去回复你 我没法插的事 我插不上话 我怎么办 于是这个词就出现了 它非常短 然后不能觉得 但它同时又非常准确的 抓住你这个时刻 想要表达这个东西 所以这样一个东西 它没有任何思想内涵 但是它就可以给我们表达这个东西 使用一个非常有效的方式 然后我你这段话是在想说这么一个事情 就是大家交友所在要爱多 但事实上我们确实 仍然没有能够找到一种合理 可视于自己的表达方式 所以当这种方式一出现的时候 马上就会被传播 这一个三个层次意思就是说 我们大概可以对一个词 我们看到一个词 你就可以想到这三个层面 然后用这三个层面去分析它 我给出了这么一个 大概得看待这些词理的方法 但是这是我自己给出来的 就是说每一层都可以深挖去 写各种各样的东西 就也不是我今天要去做 因为网络的语言 这个东西现在也渐渐的变成了 一门非常流行的一个 就是进入了学术界 语言学的人在研究它 语言上的特点 社会学的人在研究它 就使用网络语言的这个群体 比如说他们 为什么要使用这个群体 都是什么样的人 然後政治學的人會說 這個網絡詞表達了中國的一些什麼樣的政治背景 政治現狀等等 就是有很多的研究起來 去找更多的熱能 但這也不是我今天要做的事 給大家這麼一個可能 讓大家以後如果有興趣就去找這個 大敗的提完這個網絡語言之後 我就開始講屌絲 另外一半來看 因為屌絲這個提頭是一個鳳凰網做的一個專題 它作為一期專題叫做屌絲一個字頭的誕生 我把它專題的上面一個頁圖圖拿過來 拿過來因為它裡面還是有抓住了一些屌絲 我也不知道叫屌絲文化屌絲亞文化屌絲什麼什麼什麼的 這麼一系列現象中的一些關鍵詞 他們沒錢沒背景沒未來 他們愛多塔 愛地巴 愛瓣磚 高富山面前他們只有跪的 鼓勢勇氣跟女神是搭衫 換來 只換來一句哥哥 他們都愛女地打 他們是屌絲 他們就是這個地方 右邊這個人大家都認識吧 就是大敵 大敵 大敵是一位中國男族前國角 前國角他是前鋒 他的平年很多人都知道 我這個我護求上亨利 因為亨利他是被稱為大 就是法國那個前鋒 他被稱為大帝 所以我們就把李懿順帶成為大帝 然後李懿 李懿當然據說那句話 不是他的本意 他是他自己護求上亨利 但是這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他是大帝 然後這個 穷丑這個詞 呃 穷丑 矮陀 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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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回复就是干嘛喝喝有去洗澡了 完全不及表情 女神有三宝干嘛喝喝去洗澡 所以表情她们的生活非常无奈 她们不知道比如她们天天看到电视上 暴体房的新闻她们也不知道什么是真的 什么是谣言 然后当局懂得说谣言 这个谣言那是谣言 但事实上反正很多谣言都被验证了 然后在生活中她们追求女神 女神总是喝喝她们 所以她们的生活经常不如这样的 谣言指于智者聊天指于喝喝 这非常押忍的一句话 不仅结尾押忍 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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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好 然后 屌丝在白妇女面前做的一件事情 尤其是在她们心思辟的白妇女 被称为女神 屌丝在女神面前做的事情是跪舔 跪舔过名思义 就是跪下像狗一样跪下来停 然后表达对女神的极度装败 然后当然跪舔 她们的跪舔是不会有结果的 她们女神就只会三宝 干嘛喝喝去洗澡 那个屌丝 从在幻想的平时 她们也要面对残酷的现实 她们每天早上早起醒宫砖 醒宫砖是什么呢 就是醒醒宫头叫你去搬砖了 因为搬砖是屌丝的一个工作 就是她可以 这个就是屌丝当然不一定 真的是每个人屌丝都是在搬砖 但是搬砖已经成为了屌丝工作的一个 就是屌丝可以称自己的工作是在搬砖 比如说我的真实工作是在做电路板 但是我时常自称 我今天搬砖可能要搬到几点半 比如说我把我的工作形成为搬砖 这是 搬砖是屌丝的它的工作 然后剩下的一些故事就更有故事感 比如说不哭站撸 是一个屌丝之间互相鼓励的一个词 就是全称屌丝不哭站起来撸 撸大家都懂什么意思 就是自慰的意思 然后屌丝不哭站起来撸 就是比如说屌丝被女生又被女生呵呵了 那怎么办呢 那你就不要想女生了 去看一支日本爱情动作电影 然后站着撸 就是一部屌丝之间会向安慰 努力勇敢面对生活 然后这种时候 比如说一个屌丝发育状态什么 我今天又被女生呵呵了 然后这时候你就可以在底下回复 不哭站撸 去更加这种鼓励 然后再往下就是 然后屌丝经常她的一个 她必修课 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备胎的自我修养 然后备胎是什么 就是那种 你们讲的就是 在女神跟高富帅在一起的时候 你永远看不上 她说话 她永远只有喝闷 等到女神被高富帅抛刺了 她就非常郁闷 这时候她就可以找你倾诉 这时候你不要去听她倾诉 但你就不能对她有任何想法 然后等到女神需要你去为她付账的时候 赶紧PDRR跑过去帮她付一个账 女神给你一个微笑 就足够你今天晚上撸一碗 然后她也不知道要有任何想法 所以这就是备胎的自我修养 当然这个备胎的自我修养 是一个非常深的学问 我们脚趋着慢慢的去修练 然后还有一个故事就是洗糖爹 这个故事也非常有皮感 我今天早上还跟Alex解释什么叫洗糖爹 是吧 我给他解释清楚 所以我相信大家还是可以 我也紧张用了